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好 我们现在介绍 这一题是讲这个 基准量跟比较量 这个单元 对于小六的学生来讲 我觉得他们学起来 就有点痛苦 我用你最能够接受的方式 来跟你讲 我们先念一下题目 爸爸今年37岁 阿鱼今年12岁 几年前爸爸的年龄 是阿鱼的六倍 当时阿鱼的年龄是多少岁 这一题是在讲 基准量比较量 同学我们做一个总整理 你在学这个单元的时候 我把它整理了一下 希望你能够了解 我觉得我的讲法已经是网络上面讲法最理想的 我们要先判断出来谁是基准量 谁是比较量 你要知道哪一个是 基准量它又叫做母数 比较量它又叫做指数 基准量在哪里 基准量就是它的几倍 好比说以这里来看是阿鱼是基准量 阿鱼的几倍 以它当作一个东西 好比说一个苹果 六个苹果 你看苹果它就是一个 一个基准量 苹果是基准量 然后如果说这里有一个比较量是六个苹果 然后这个一个苹果它就是一个 基准量 这样子有理解吗 好 知道这个基准量比较量之后呢 我们这里学的是什么 学的是母子叉跟母子盒 这个单元 有叫你们学的东西就叫做母子盒 跟母子叉 盒呢就是加 叉呢就是减 这就没有问题 如果说题目是问你是总共多少 那当然是盒 问你相差多少 那就是叉 那么在母子叉的题目里面 这里有一个特殊的题型 叫做年龄 同学知道这个年龄 这个问题 好比说我跟你的年龄相差多少 它是不会变的 有些东西会变 但是年龄差这件事情是不变的 什么东西会变 好比说一碗面是五十块 两碗面一百块 三碗面就一百五十块 它是一个比的关系 就年龄来讲 如果说你父亲的年龄 跟小孩跟儿子的年龄 他是相差二十五岁 再过三十年 他还是相差二十五岁 过四十年 他也是相差二十五岁 他永远大你二十五岁 就好像说你的姐姐 他永远大你三岁 永远大你两岁 不过因为你变老了之后 你们的年龄差就不一样 对不对 年龄差不变 他就是利用年龄差不变的这个现象 然后来叫你去处理母子差的问题 好比说几年前 几年前他的母子差是多少 他的母子差是 好比说这个阿鱼是一 这个一个是六倍 然后阿鱼是一嘛 所以他的母子差是六减一 他的母子差的倍数是五 对不对 然后他爸爸跟阿鱼的年龄不变 37岁减掉12岁是25岁 你有问题 那么他的差永远不变 那么也就是说 他的年龄 年龄的差 减掉他的母子差的倍数 除以五 所以呢 这个基准量 这个是五倍 这五倍 除以五之后 这个就是基准量 也就是阿鱼 同学这样子讲 有没有懂 这位蔡同学 如果说你听不懂的话 你再跟我讲一下 然后 我再尝试用另外一个讲法 如果我这样子讲 你不懂的话 因为 这里的题目 基本上不是 和 母子和 就是母子差 年龄的部分 你就用母子差的方式去做 好 在几年前的时候 当时阿鱼的年龄是几岁 就是五岁 几年前呢 当几年前是五岁 他现在是十二岁 所以十二岁减掉五岁 就会等于七岁 所以呢 这里是 几年前 几年前的问号在这里 是七年前 好 这题就这个样子了 那这里呢 我要刚刚有跟同学讲过 很多人学到这个地方 如果说 如果说大家 没有认真去想 还是说 讲解的人 讲的不是很理想的话 你可能就会听不懂 那你如果说听不懂的话 那就 那就会觉得很困难 对不对 很困难 就 就算了 没有关系 我是觉得很困难 就很困难 因为 我发现有很多人 这个地方 很像是 特别的那种 听不懂 我要跟各位同学讲的是 像这样子的问题 其实他可以用 方程式来解决 你到国中之后 你用方程式的方法 其实就很好想 也不用想怎么基准量 比较量 拇指叉 拇指盒 你只要会劣势子 就可以了 好 这个 爸爸今年37岁 我现在用那个 方程式的方式 来带小朋友做 他说 爸爸今年37岁 阿鱼今年12岁 几年前 爸爸的年龄是 阿鱼的六倍 几年前 就要用减法 就几年前 好比说 他说爸爸的年龄 这里有没有看到 爸爸的年龄 爸爸现在是37岁 几年前 假设是框框 这里有一个 四 有没有看到一个四 你碰到为四比的话 你在一个 应用问题 碰到为四比 你未来碰到 应用问题的地方很多 什么选择题 填充题 很多都是应用问题 为四比 你碰到这样子的字的时候 你就把它写一个等号 爸爸的年龄是 阿鱼的六倍 阿鱼今年是12岁 几年前就是减掉 这个框框的这个年 他的六倍 你到国中之后 你就可以写AKS 好 你的四指是不是就已经列出来了 我们再化简 这个化简的部分 我个人觉得 你们也学过 在小五跟小六的时候 小朋友都有学 只是没有学得很彻底 像到国一的时候 就还会再训练各位一下 你们在解决这个方程式的解题的时候 就很容易解 所以五个框框会等于35 框框就会等于7 你看这个7就出来 就7年前 那7年前的时候 阿鱼当时的年龄 就12减7就会是5岁 你这个用方程式解决 他的四指就很好列 那你用基准量跟比较量 你在列四指的时候 那你的想法就要很好 那我在教的过程 我是觉得很多人 他的想法 小朋友嘛 他的逻辑能力比较不好 文字的理解能力也不好 所以在学基准量跟比较量的时候 就会发生很多的困难 但是没有关系 到国中的时候呢 你还会再学另外一个方式 在处理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 会很容易处理 OK 好 没关系 哦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